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给大家总结总监买马桶的几个误区 马桶是我们日常使用最频繁的一个东西了 出现点问题,无论是漏水还是堵塞都是很难处理的 那么怎么选,大崔给你说一说 第一个,红锡市和直排市应该怎么选 并不是红锡市的冲立效果 好,你家就一定适合红锡市的 如果说你是老房子那些铸铁水管的 并且你的下水管离,就是你马桶的下水口 离主管道,横管比较远 也就是说你后期经过装修改动的时候 进行了马桶移位,并且移位距离比较长的 这些前面这些情况 如果你有,你更应该用的是直排式马桶 因为红锡效果有很长的横管 然后红锡效果就会比较弱 冲力就会比较小,容易出现堵塞 尤其是你这个马桶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会比较明显 第二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壁挂式马桶 壁挂式马桶流行于国外 他们的马桶方式是墙牌的方式 而咱们国内一般是地牌 从地面反到下水管,反到楼下 这种情况可以选择 但是它会增加马桶移位的一个距离 选择这种壁挂式马桶的话 如果说你可以直接做墙牌,经过设计,经过改动的时候是墙牌的 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是从地面再反上去,再拐个弯,上来这样改动的话 它只是增加了它的改动方式 它的优点就是好打理一点 但是你如果说用这个改进了马桶的一个改变方向 然后只是好打理,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个,智能马桶 智能马桶只是因人而异了 有些业主跟风选了智能马桶 但是最终还是把它拆掉了 或者说很多功能都没有使用 因为智能马桶有很多你使用不习惯的一些问题 今天就不说这么多 具体的你去体验 智能马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的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总结这么多 马桶方面建议你不要买太便宜的 一般情况下 他们就是一些厂家或者工作人员跟大崔聊过 基本上低于700块钱的马桶 它从右面效果肯定是达不到标的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工艺或者什么样 大概这么说 但是马桶方面不要买太便宜的 因为这个听见用 我是阿崔 观众中兄每个期见